CpX 你好我叫賴耀翔 我現在準備去創造影了 我現在要錄一個視頻 介紹一下 跟大家介紹一下 大家好我叫賴耀翔 我現在要去創造營了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要帶的東西 第一件是這個 必備物品1 我的棉被我從小睡到大的 沒有它我就一定睡不著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我的好兄弟 他陪我去過很多地方 陪我熬過很多夜晚 所以他是一定要帶的 你留一條洗過澡嗎 很久以前洗過澡 但是現在洗到眉毛都快掉了 所以我現在也不太敢洗它 我自己一定要帶的 第一個當然是水 因為我是個超級水桶 我一天要喝兩公升到三公升的水 沒有水是不行的 而且一直練習會很需要水分 再來就是 這個醃製品 從家鄉帶來的 因為它有家鄉的味道 所以我一定會配著飯吃 有 我帶了非常多的零食 不管是我在這邊吃的 還是我從家鄉帶的 因為大家練習完之後 一定會又累又餓的 所以我準備用這些零食 跟大家加朋友 我在這邊買了一個 鍵盤 對不起兄弟 稍微移動你一下 我在北京這邊新買了一個 MIDI鍵盤 雖然還沒有用過 但是 它看起來 給大家看一下 它看起來像這樣 比較簡易型的 那我會好好使用它的 我覺得 最大的考驗一定是 我們必須在很短時間內 把成果給交出來 不管是 上舞台的表演 還是考核 那我自己的做法應該就是 跟大家一起熬個通宵 那我覺得 很多人一起陪伴 一起努力的感覺是 非常非常好的 就是 會有一種 軟 輕 凝聚力 會有一種凝聚力 對 團結感 那我覺得大家為了夢想這樣付出 感覺是非常棒 跟室友的第一次見面 我覺得是 一定 撇不開吃 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用吃是可以 很容易打動大家的一個話題 畢竟誰不愛吃呢 還有一些人被限制食物 其實大家 內心一定都很渴望食物吧 然後再來就是 業務 業務能力 我覺得大家如果有共同的 像喜歡唱歌 喜歡跳舞 喜歡做子作曲 一定可以 碰撞 激出火花 我自己 自認為 我沒有什麼眼影的部分 我都覺得 我自己表情是很 很普通 然後 就是沒什麼表情的人 對 我很多心事不會放臉上 可是 自從跟公司之後 公司的姐姐們就說 我的表情 很多遍 然後 可以做成很好笑的表情包 然後我也出了好幾款表情包 我覺得 我覺得 有些是 真的非常非常 我自己看了會覺得很想笑 那我只希望我的表情包 不要太巧就好 睡衣的部分 因為 我當初 聽很多人說 北京這邊很冷 然後 準備了一套 非常厚的 睡衣 恐龍睡衣 那我 現在知道要去拍攝地點之後 我覺得還是要戴著它 因為它就像是 我的 我的護身服一樣 穿著它睡 我會很有安全感 耀翔說 要去參加自己的偶像參演過的節目很興奮 所以他要穿著恐龍裝給大家表演一段偶像前輩的舞蹈 你沒有背怕吧 沒有 這不是我的怕